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好的给整个政府 整个社会来上一堂街头公民课 这一次课刚为一条 为一条最多的是历史 我们怎么都没有看到历史老师出来抗议 而你们这些公民老师天天都在那边叫叫叫 鬼吼鬼叫 我也问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是这样回答我的 他说他早就已经看破了 看破什么 看破国文的课纲 看破历史的课纲 被这些政治人物 被这些统独的势力 每天在那边斗来斗去 调来调去 变来变去 所以他们早就看破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说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他们去吵他们的 我们就教我们的 这一次的课刚为一条 从102年的12月底 到103年的1月初 他就调好了 然后他跟我们讲 他是经过充分的讨论 我不知道一个月能够充分的讨论 我不知道在场的公民老师 还是在场的学者专家们 你们都有24小时一个月连续的讨论过吗 没有 显然 教育部根本就是在黑箱作业 就少数几个没有专业素养的委员 所谓的检合委员 就把所有专家的意见 我们为了要尊重克刚的维条 或者是克刚的定定 我们都有一些机制 比如说 我们会有工作圈 教育部的课程工作圈 或者是国教院的专业人员 他们都已经跟教育部说 这样的克刚为一条不妥 但是教育部一意孤行 仍然强度观山 然后他跟我们讲 说去年8月底 我们就已经启动克刚为一条了 我们是由下而上的 收集老师们的意见 教育部如果你说的话是实话 就请你找出10个现任的公民老师 愿意出来帮你作证 你找得到吗 找不到 你找得到吗 找不到 因为你教育部说谎 对不对 对 依据宪法 我们是人 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应该是中国人 或者你应该是台湾人 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这是你未来可以做的决定 作为一个老师 我只能告诉你各种的可能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2月5号的时候 到教育部来陈琴的这些事件 引起社会各界有点广泛的共鸣 那么1985应该是说公民觉醒 行动联盟 他们就主动跟我们邀约 就是说觉得我们理念相近可以合作 因为他们一直认为 台湾的民主问题 其实是在公民的意识没有觉醒 所以他们就希望可以跟我们合作 有后续的一个发展的行动 那因为接下来在2月10号 教育部就突然的在开学前 公告了课纲的微调通过 因为我们在2月5号的诉求是暂缓公告嘛 那这一点会让我们失望 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波的诉讼当中有提到 教育部应该要公开相关的会议记录 包括公听会跟投票的结果 可是它只是片面的公布了某些记录 比如说公听会的内容 还有课纲的内容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的争议在于 高中执分组会议的票数跟 课审大会的票数是不一样的 我们执疑这一点 那我们就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 去向教育部申请提供相关的资讯 结果教育部的理由是说 那是属于内部的文件作业 不得不提供这样子的 那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应该要有更一波的 强烈的一个诉求就是 要求可以撤销公告 然后重启公开这些 这是最主要目的的 因为我是之前去开所谓简合小组的那个会议的老师 那因为去开会的时候发现整个过程其实也怪怪的就是 他一开始就是说那我们今天是要检视课本 有没有违反 那有没有符合中吻笔线的精神 那变成跟我们当初设想说 诶那刚微调 然后就是问第一线的高中老师 有没有哪个积蓄要调整 所以我先汇集了一些项链的资讯之后 那当问题开会 他好像已经设定了一个要他要改的东西 所以变成让我觉得说这个过程其实是 比如说唱到也很奇怪 所以变成因为我也是成立开会的老师 所以我才会想说那 无论如何今天的一个行动 我也要上来 那课堂上我也有把这个讯息跟过程 然后包括他会影响的那个声援 那也有告诉学生 因为变成说好像你变成一个政府 那好像我要做什么我就顺服 我完全不用按照法定的程序 我想这个是对整个民主 跟法治的一个社会来讲 结果你知道他是黑心属 可是这过程都有专家过化保证 那整个制作过程都是有保证 可是最后你发现他是黑心属 你会不会担心 那现在你现在读的课本 学生其实就是学课本 他是很专门的学着课本 可是如果到最后你发现这些课本都是黑心的教材 你会不会开始不信任老师 那同样的家长其实也应该去关心这件事情 他们关心他们孩子知道黑心食物 他们更应该关心他们的孩子 接受到被洗脑的就是这些黑心的这个意义 或者是内容的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来 在这个过程而且说这个课纲是 微调的课纲是有专家逛保证的 然后他又说是有Domino Space 可是事实上这整个过程都是不对的 老师是权威课本对学生来讲也是权威 因为是考试的教授 所以老师讲的跟课本讲 如果有一些课处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的判断 我只有这样子讲 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说 我可以告诉他们说 整个过程的问题 可是学生并不想知道说 听会几次什么几次什么几次什么几次 他们觉得那个很烦 但是我必须告诉他们说 在整个课座的过程中 出了一些trouble 我觉得公民老师不能只是在课堂上面讲讲话 放嘴炮一下放放嘴炮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的出来 毕竟如果我们连身体力行 行动都做不到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资格去教学生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程序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多元的意见 如果我是根据合法 并且依照我的工作上的内容课程的部分 来谈这个问题 我相信学校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部分对待我们 因为毕竟校长也是一个比较多元开放的一个角色 如果校长就直接这样压下来 我相信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对我来讲压力并不会这么的大 我来参加这个活动 都有跟同学提到 然后当下有同学说 老师需不需要我们到台北来帮你赞加 然后我说 同学现在你能够做的对我最大的好事 就是希望同学能够搞清楚 课纲维桃 这一次课纲维桃的来龙去脉 然后把它写成作业 交给我 我觉得我并没有要动员学生来这边的一个 因为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公民老师要站出来 告诉教育部这样的课纲维桃 是在做最糟糕的示范 所以我们愿意站出来来阻挡这样的一个课纲维桃 但是在课堂上 我们仍然还是接受我们自己公民老师的一个本分 不应该去煽动学生 而是要让学生能够认识到更多多元的讯息跟资讯